很多人都有一些小怪癖 但是有些人的小怪癖就很不好理解 比如这位吃炸菜场的大叔 你以为他在练什么绝世功夫 不,他只是在凸数抓苍蝇 一抓一个准 这手一身一缩 几只苍蝇就偷偷地死在他手上了 一般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也打不死一只 他却轻松抓满手 这位中国大叔是一家空调设备公司的经理 抓苍蝇只是他的兼职 这不他正在认真办公 一只苍蝇扰乱了他的思路 只见他不急不慌 下手快准狠 那只苍蝇就稳稳地躺在他的手掌心了 简直比苍蝇拍还厉害 什么,还有一只 飞到太高够不着 但是大叔不仅手法清准 眼睛和耳朵都同时工作 看大哥犀利的眼神就知道了 这不,盯着看,盯着听 锁定苍蝇的位置后 借助工具随手一扔 直接命中苍蝇 总之,在大叔面前出现的苍蝇 都别想活着飞出去 大叔也不是天生就会抓苍蝇 他和苍蝇的梁子结在13年前 一次与客户工具晚餐的餐桌上 本来就快要成功了20万的大订单 就差一顿饭就成功了 因为出现在菜里的一只苍蝇 客户气得摔筷子走人 订单也因此泡了汤 大叔对苍蝇的恨由此而生 为了抱出血恨 也为了人类的福祉 更为了世界的和平 从此他苦心锻炼抓苍蝇 这十几年他抓的苍蝇不计其数 他还把那些苍蝇尸体都收集起来 说两只都不忍直视 大叔收拾这些苍蝇尸体 要研究他们 具体要研究什么我也不知道 反正看到拿着放大镜像模像样的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 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吧 这大叔抓苍蝇也是出了名 今天接到电话邀请去抓苍蝇 这天下午他的苍蝇业务又来了 他听了后眼睛冒绿光 整个人都精神了 迅速戳家户 带着公司的员工 手举大旗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看着镇杖还以为是什么运动 路边卖水果的大姐一脸懵 心想这么大镇杖是要干啥呢 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捕蝇大战 大叔为了抓苍蝇 还手工制作了捕蝇器 这可真是下老朽北啊 这边机器在运作 大叔自己也没闲着 徒手一个又一个地 抓着他憎恨的苍蝇 这边女员工一蝇叛 旁边的大叔大爷们也热情的鼓掌 冰大叔此刻自豪极了 灭营要成为大叔的终身事业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注白眼梦 我是小白 咱们下期见咯